提到冰岛,不可能不提权利的游戏 权油对于冰岛可以说是一枚及时的救星 作为严重依赖金融业的国家 冰岛在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内心的影响,宣布破产 然而随着2011年权利游戏的开播 作为权油重要取景地的冰岛 旅游业亦举举成为其领军产业 国家的经济也随之全面复苏 权利游戏在全球范围的热播 让冰岛这个名副其实的冰与火之国 吸引了大批剧女来此朝圣 在这座奇幻、原始、壮丽的北境之国 亲身感受它烹波的热火和肃杀的灵动 在权利游戏里面 大部分绝境长城以北的场景都涉于冰岛 南部也有部分外景在此拍摄完成 在前面的几期游记里 我们已经带着大家走访了全游在冰岛的几个重要取景地 包括第一天的辛格维利尔 第二天的斯科加瀑布和雷尼斯黑沙滩 第三天的瓦托纳冰原和节骨沙龙冰湖 第四天的米湖地热区和众省瀑布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位于斯奈山半岛北岸的草帽山 剧中名为箭头山 吃过早餐就驱车前往斯奈山半岛 车程大约五个半小时 沿途很多石子路端 之前就听说冰岛沙石路多 风沙也大 极端天气在夏季也时有出现 为了行动不受限制 可以随心所欲地开F-road 我们咬牙租了忘记高价的四驱SUV 今天总算是派上了一点用场 以前开过最颠簸的路 是在Clorado的一些unpaved roads 沟壑纵横 凹凸起伏 普通四驱车开的上面就像筛沙子 感觉随时人都会被筛散架 至少得开FORUNNER这个级别的越野车 才能比较平安舒适 不过冰岛的路面 哪怕都是碎石 总体却还平整 底盘高一些的普通SUV应该就够用了 这里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您也像我们一样选择在冰岛租车 取车的时候要注意仔细检查车辆 尤其是检查车玻璃 以免还车遇到麻烦 一般来说租的车子会包括基本的保险 但是如果担心砂石 可以单独购买一个Sand and Ash Protection SAAP的保险 另外冰岛的风极大 打开车门要观察风向和风力 据说车门被风刮掉的事情常有发生 我们这一路向北再向西 进一步见证了上帝对冰岛特别的恩处 蔚蓝的海洋 宏伟的高山 宽阔的峡湾 冷艳的冰雪 厚积的苔藓 葱玉的灌木 涓涓的河流 苍茫的火山 狂暴的风雨 耀眼的艳阳 滚烫的温泉 绚丽的野花 温柔的木马 可爱的小羊 地球上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像它 兼具如此多样的秉性与风情 一时彪悍狂暴 一时摇曳生姿 一时憨态可居 一时活蹦乱跳 一时忧伤阴郁 一时冷若冰霜 一时热情如火 一时沧桑隐忍 一时粉嫩娇羞 一时万马奔腾 一时年花不语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斯奈山半岛 绰号小冰岛 具有冰岛各种代表性的地貌 冰川 火山 苔蟹 龙岩 瀑布 黑沙滩 沿路连绵不绝的山巒 有的被火山灰覆盖 有的被不同颜色浅浅的植被覆盖 好像身着各色沙群的美人 水是眼波 山是眉峰巨 他们站在水粉画里 眼波盈盈 各有各的五脉 各有各的娇羞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 终于到了御殿的住处 是草帽山旁边的一个度假屋 位于格伦达非厄泽小镇 出门的酒店和民宿一般都是我负责御殿 家人到了才知道住的是什么样子的地方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回到住处已经半夜 除了床以外 其他什么设施都基本没有时间研究和使用 所以我们今天先杀到了度假屋 厨房很顺手 便煮了午餐 踏踏实实吃了 才出门去玩 斯奈山半岛的草帽山 又名叫唐山 是权力游戏的知名取景地 也是冰岛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几乎所有介绍冰岛的风光图片合集 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这座山并不高 只有463米 但是形状特别 让人看了就不会忘记 它的底部还有可以徒步观赏的瀑布和湖泊 夏天翠绿清新 冬天白净安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权力游戏 到达斯奈山半岛黑沙滩的时候 正好有小片阳光透过云层照射在海面之上 我们把车子一路开上了沙滩 然后在无人的黑色沙石上漫步 这时看到一艘沉船的遗骸 那是在1948年遇难的一艘英国渔船 当时船上的19人中只有5人获救 其他人都永远消失在了这片寒冷的海岸 废弃的渔船一直留在这里 无声地纪念着许许多多哀伤的往事 在公路上行驶 经过了好大的一片鲁冰花海 花海的深处有一座红顶的白色建筑 想必应该是教堂吧 开过去一探究竟果然就是 从公路的方向看过来 教堂是主角 坐在花丛中 默默地打量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 背后灰暗的天际 无限大 无限远 从教堂的方向 则看到了不同的景观 浩瀚的花田 如一张又厚又软的紫色老坛 充满激情地奔跑着 一路展开到了海的边缘 这就是海德利桑德 一座从历史无声走来的小小渔村 一阵冰岛风光的缩影 在斯奈山半岛的最西北角 大片的火山熔岩之上 颠簸的泥石道路尽头 黑色的玄武岩断层 托举着一座异常醒目的橘黄色灯塔 从这里 可以看到许多尖叫着的海鸥 穿梭于壮观的海石洞之间 风声如战鼓 轰隆轰作响 海浪在大风的气势面前 都湿了悲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返城的路上又补充了一些食材 晚上全家一边吃着美味的晚餐 一边对着窗外草帽山顶的风起云涌 品头论足 寒风在咫尺之外呼啸 我们的桌上有冰岛雪鱼 凉拌黄瓜 尖椒炒肉 红酒果汁 我们客厅的几扇落地长窗 正对着草帽山 风景无敌 只可惜现在不是冬天 否则坐在暖窝的屋子里面 踩着地暖 对着大窗 品着美酒 赏着极光 岂不就是身在人间仙境了吗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观看 相关攻略信息 我都会放在美西的视频简介里面 欢迎您查看参考 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分享的任何一段旅程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